为协助由求职转职需求的民众尽速进入职场 提供短期供读需求的劳工朋友们就业机会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今天在市府六楼大礼堂 办理2015新北市夏日就业博览会 现场共邀请50家知名厂商共享盛举 共计释出3764个工作机会 经统计参加活动约895人士 真才厂商收到594份履历 预计录用214人出估媒合率为36% 伴随着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活动开始前 就陆续有许多求职者到场等候 市府就业服务中心表示 这场就业博览会邀集了50家知名厂商社滩生财 其中除了提供多元化的职缺外 考量暑假将至将有短期供读需求的求职者较多 这次活动总计有926个短期供读职缺 吸引了不少青年朋友前往面试 那现场总共有50家厂商3700多个职缺 那要提醒所有的求职者 我们这一次呢 也有其中有将近1000个公读的一个职缺 或是兼职的职缺 那也希望说在暑假有想要求职的一个青年 或在学的学生呢 也可以把握时间来到我们现场 找到你适合的一个工作 市府就会服务中心表示 暑期是短期求职打工的高峰期 提醒青年学子们在找工作的同时 要多加留意求职诈骗 如求财广告或实际工作 内容不符 要求购买特定产品或服务 又或是雇主要求缴交保证金 或购留身份证件的状况 都是求职诈骗的例子 请青年朋友们务必小心 防范职场陷阱 防范求职诈骗 以避免自身的痊愈受酸 我们当然都会建议 所有的一个求职者 你要来面试之前 都要做好三个一个 三倍的一个准备工作 第一个就是要收集厂商的一个资讯 让你更了解厂商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你要告知你的亲朋好友说 你要到哪里去面试 那另外就是说 可以的话 就是准备好你自己的一个旅行 然后在面试的时候 让你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除了今天的场次外 劳工局也将持续办理 各类型的真彩活动 包括7月17号 在新庄区公所的十楼大礼堂 7月24号在中和市民活动中心 7月28号在树林区公所三楼大礼堂 相关的活动详情 也可以上新北市人力网 或电架救浮中心 建峰强事务长报道